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选举万岁 是围绕在朱高正身上 事实上朱高正先生刚刚下了李涛的节目 他人现在就在我的县长旁边参观 那么我们等一下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朱高正先生都会看得到 不过我们知道朱高正先生 他过去说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 他只要打五通电话 就可以连缓中共出兵二十四小时 那么我们知道他虽然已经道歉了 而且人也到了金门 刚刚还跟谢长廷委员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 不过我们选民才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 所以我们今天的电脑语音投票又有新的玩法了 各位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对待朱高正 由我们选民来决定 怎么玩呢 第一你认为要怎样对待朱高正的方式是 一暂时保留他的党籍留导查看 二我们撤销他的提名 三就原谅他当他是秀斗一下就好 那么到底怎么样 请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朱高正先生会在现场募集 不过最重要的是 那五通电话到底打给谁 迂腐总咨询会给你答案 好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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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么紧张 又不是办演养会 警察先生请下去吧 请下去了 我想警察先生你们可以先下去了 我是朱某人 我可以证明你们警察都是中立的 因为你们每次只要我在演讲的时候 你们都站在我场子的中央 所以基本上我知道你们是非常中立的 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朱柯委员 你最近讲说你只要打五通电话 就可以延缓共军出兵24小时 真的还假的 真的还假的 我想这个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想重点的这个不是这个五通电话 重要的是我跟这个中共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非常好的 当然很多民意代表跟我一样 老朱我们常常会进出大陆 但是基本上我老朱进出大陆的话 跟他们那个动机不大一样 如果很多民意代表进出大陆 主要是为了找什么大陆 没有大陆妹 我到大陆去主要是希望说 能够把这个关系给发展好 所以我这个这句话的一个重点呢 是说我跟这个中共高层的一个关系 是非常良好的 请大家这个不要误会 当然我如果说引起了很多这个这个误会 这个有人说我是失言 我已经跟大家道歉过了 但是我想你想想看 我朱某人只是失言一下而已 但是真正失言呢是谁呢 是我们的这个李总统先生 你看当初你看最近的话 他讲说什么说什么这个 他是自己是摩西 什么实戒 如果说你不站在他那边的话 会被雷打死 我想这个才是严重的失言 那我对这个对手呢 他还说他是登辉大学毕业的 你看如果说真的有登辉大学的话 岂不是要误人子弟吗 我想从今来就算是有登辉大学的话 我想他们两个系 他们之间两个系是办的最好 一个的话就是叫做奴才系 专门配合大家 那另一个系呢 我想另外一个系 不用说就是地方派系 你看我讲 什么三派 什么三派 海派 到处都是一派胡言 当然 如果说你看有东辉大学的话 如果还有民进党大学的话 我想民进党大学 当然他可以办很多系 什么系 但是我讲他的 他有一个系的师资应该是最好的 就是武术系 好 你看我老师可以表演一下 我当初在那边求过学分的 好 你看 唉呦 我想 Seni 那如果说我如果要办一个大学的话 如果说有一个高证大学的话 我想我开我会开非常非常多的系 我绝对不会误人子弟的 但这些子弟呢很可能经常转系 因为我也经常转系 好 我爱早笑 杜委员 我希望你在这个全国观众的面前 表演说你可以打武通电话给中共 好不好 表演一下 現在我表演 我當然可以打五通電話 我想我可以播 來,我播 對不起,答錯了 龍八糖八 我想我五通電話裡面 通常有四通是答錯的 但我下一通一定會答對 我下一通一定會答對 來,我再播 我是朱委員 葛老子丁,你是哪一個朱委員 我們朱委員都失了 都揍了 不是,我是台灣那個朱高健朱委員 我是希望說你們如果說真的要考慮武力犯罪的話 你們能夠延緩二十四小時 葛老子丁,我們只停滾 1995年潤八月 這個月有潤的 你這個大長的哪有什麼潤一天 還有玩這個二十四小時的 葛老子丁,沒有空,拜拜 沒有關係,我還有 我還有認識更,關係更好的人 好,我來打,我來打 這裡是神秘家人 電話女異書 您寂寞嗎?無聊嗎? 想找人聊天嗎? 如果您想接清純女異書 請按一 風騷老闆娘請按二 想合於夫總職群請按三 二音零零全民開槓請按四 一 一 我老朱 我老朱 覺得想按二 我老朱覺得想按二 不是因為我喜歡風騷旅軟 是因為我今天抽到的是二號 不是二號的風騷 二號 各位,非常的抱歉 剛剛呢這個 我們電腦語音呢 跟朱委員一樣有點short一下 不過已經修好了 已經修好了 現在您可以趕快打電話進來 那麼朱委員會在現場目擊 所有的這個結果 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有一個選情快報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呢民進黨號稱有一個 省長候選人陳定南最大的這種募款餐會 目前呢是在台北線 我們現在請到了自由時報的記者 為我們做現場立即的選情報導 自由時報記者請說話 自由時報記者請說話 喂,請問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自由時報駐朱柳和記者江南音 是 我這裡的位置是珠河市 珠河運作廠 目前你們可以聽到這個聲音非常的吵雜 這是因為說 他目前正在開一個民進黨的募款餐會 為選場候選人陳定南造勢 現場應該有三萬多人 情況非常的熱烈 目前參選至少賣了一千六百張 也就是說民進黨至少募了將近兩千萬元的金錢 很不湊巧的是本來想要直接請審長候選人陳定南 為各位跟各位觀眾說話 談一談他的感想 但是因為他行程太匆忙了 目前人已經不在現場了 不過我們請到了是立法委員盧修一 跟您談一談目前的情況 對不起,因為我們的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沒有辦法請盧委員談話 不過您剛剛報的非常的清楚 我們感謝這位自由時報的記者 非常謝謝 那麼自由時報記者非常辛苦 替我們做最新的現場選情報導 各位 有一種保險道上面印有國旗 有這個新興人類問趙上康說 你敢不敢戴 趙上康敢不敢戴 休息一會兒 趙上康會告訴你 哇 選舉萬歲,選舉萬歲 各位有看到我們這樣嗎 這樣喊就說 這次我得到萬歲症候群 那麼旁邊這一位呢 就是我們鼎鼎大名的趙少康先生 那麼他是我們台北市長候選人 但是現在呢 我們還有兩位怪物椅跟怪物甲 要繼續來質詢我們這位 台北市長候選人趙少康先生 來,OK,有什麼話要講呢 其實有滿多問題喔 那第一個是想請問一下 趙少康委員知不知道 台北市的男同系列者 他們平常會在哪裡做交易活動 某個公園 知道是哪個公園嗎 對,有獎 那請問一下 那女同系列者 他們在哪裡做交易活動呢 對,獎金更大 那如果說你不知道的話 那些女同系列者 可能不能投票給你 對,因為他們也只有可能 有比較出去 而且其實還滿有相當的分數 那請問到底是不是知道 女同系列,不知道 那是不是說你不關心他們 倒也不是 那請你告訴我在哪裡 我想說 其實是有滿多朋友 是希望說能夠就是在 中生紀念堂設一個特區 因為那個地方比較光明正大 那女同系列者可能在裡面 比較不會受無聊男子 或無聊人生的干擾 那如果說 他們正在那邊匯集成群的話 那趙少康委員 可以偶爾去 中生紀念堂給他們打個氣 我想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 我同意你的講法 應該光明正大 只要不妨礙別人 我覺得 在這個開放的社會裡面 我想我們尊重每個人 他自己的選擇 那如果說這樣 藝術一個開放的社會 有每個都有選擇旋律的話 那如果在政見發表會 那有一個很仰慕你的男選民 想要上台問你 那蔡宏雲會怎麼樣 用什麼方式獻身給他 我想基本上有很多 這個非同性的女性選民 他常常也要 這個常常上台 要問你 也不是我來就表示 這個 這個支持之意 那麼可能在政見發表的時候 因為很多 如果都上台我也受不了 投票過最重要 好 你是不是他們要先投票過 然後再決定 有誰有權利來問你 那不是 就是基本上 我們選舉我們董事業 說多一點支持者 那麼他們愛用什麼 表達的方法 我想我都願意接受 聽說那個 中文元是非常喜歡國旗的 那種中華民國國旗 那是這樣 是我跟朋友 在那個台北情緒商店 看到一種保險套 他的圖案就是 中華民國國旗 那如果說有這種保險套 有選民非常仰慕你 然後捐獻給你的話 那請問你要怎麼樣去愛用它 我想這個 在美國也有爭議 美國它的內褲 什麼要不要用國旗 保險套用國旗有爭議 那麼國旗 我想就有孩子 不要在保險套上比較好 因為假定說 你把國旗放在保險套上 我想可能那個時候 這個保險套對我來就失笑了 失笑是什麼意思 就不升級了嗎 你是說不升級 就沒有作用 不喜歡保險套 對於像同性戀族群 你的文宣上 沒有看到這樣的議題 可是像在美國的同性戀者 他們有在這方面 在政治上面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那請問你要怎麼樣去做 難道你就要放棄這些票嗎 我不懂你意思 你說文宣上沒有提到同性戀者 我們現在就是想知道 你也可以趁機彌補一下 以前沒有對同性戀者 或者說其他正弱勢的族群 就是有一些 告還他們的意願 那不知道有沒有哪些做法 基本上同性戀者 它不是什麼弱勢族群 那請問你 那你說看台灣政壇 有幾位同性戀者 哪些 他們如果不是弱勢的話 那行政院裡面有哪些人 是同性戀者 請說出來 對 那舉報他們的 這我當然不清楚 但是問題是 那他們都沒有的話 那總會是詳細呢 對啊 那既然沒有這樣子 每一個人都沒有的話 你不知道有沒有 女性委員還少 你不知道有沒有 我想是有的 那新島哪些人是呢 新島 如果說沒有的話 那不是就沒有 我發個問卷表說 你是同性戀族 你勾一下這樣 那我知道那就是同性戀者 都不願意參加新島 是不是 那為什麼新島沒有人 我不知道有沒有 那到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覺得說 你參加一個政黨 跟你是不是同性戀 是沒有關係的 那這樣的話 就可能是弱勢 為什麼他們不說出來 說為什麼他不參加 對 因為其實現在在大家 你認為同性戀是弱勢嗎 其實我們問了詳細 比如說 就講異性戀者 反過來講異性戀者 他們有各式各樣的保障 比如說 可以結婚啊 一個異性戀者的眷屬 他可以因為 譬如說生產已經參加 然後他也可以因為有一個配偶 而有宿舍 那就是 就來比較好了 如果說一個 比如說 對女同性戀者 其中一個要住 另外一個宿舍 他們的申請也變得宿舍 那你覺得 就是這個其實跟市政有關係啊 如果說你當上市長 那你要怎麼處理這樣問題 這樣處理也可以變成法令啊 但是我講的吸一點 吸到這個地步 你要怎麼處理 我制定法律的 那如果說要開個舞會呢 很好啊 那如果你永遠處辦 可以啊 沒問題 你處辦 說到做到啊 其實大家都可以跳嘛 同性戀者 異性戀者 都可以來嘛 對 那如果說有一個 40歲長滿鬍子 然後打赤膊 然後穿著黑內褲的男人 要給你跳舞的話 給你開舞的話 可以嗎 可以 那真的 那到時候真的請那位朋友 來給你跳 沒問題 好 真的要跳 那他那位朋友 他知道穿這些內褲跳 他不穿也沒有關係 其實你不可以先 其實這件褲子喔 陳水扁委員有穿過 然後非常有魔力 我下次請他穿的跟我跳好了 對 林布先生 我怎麼看起來 好 請林布先生 來 還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是什麼嗎 你敢戴嗎 鏈子嗎 敢嗎 敢不敢戴 這是什麼 敢不敢戴 他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我知道嗎 就是說假設你有個兒子 他已經二十歲 然後他因為 跟一個泰國外籍勞工 性交而得癌滋病的話 那請問 你要如何去照顧你的小孩 他如果得癌滋病呢 我們盡量來治療他 給他安慰 讓他如果說這個 讓他活在世上的時候 能夠活得更快樂 更有孫爺 就是這樣子 基本上我認為 同性戀者 那麼 因為原因可能很多 有的時候是因為 遺傳的基因的問題 有的是社會的這個 這個環境 有時候後天的行程等等 那麼 但是我經常認為說 所謂尊重就是 譬如他們如果要有活動的空間 那麼他們一定有活動的空間 那麼 某些他可以去的地方 那空間哪裡 歷年來都有國民黨政府 派出來的警察 在騷擾 新公園裡面的男同性戀者 包括那個趙宇原 以前在國民黨的時候 那時候警察這樣做 我知道 因為趙宇原本人去騷擾他 但是這樣子 可是為什麼 中華民國的政府 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OK 我想這個是第一次 趙宇原跟這個 新興人類會面 那你覺得他們的這種 他們的講法 他們的看法 在你感覺是怎麼樣 我覺得是對我來講